為什麼我們這麼生氣 因為你們遇到大廠就轉彎 陳其邁委員講 唯一買了 唯一買了 這個不能吃了油 他們說那個是什麼時候 你們的調查是怎麼樣 唯一買了收水油 你們的調查報告是怎麼一回事 陳其邁說為什麼沒有下架 你怎麼不說看呢 為什麼 唯一是有買到 北海的收水油 北海的這個油 但是陳委員談的是維力公司 他有沒有用到這個油 目前商品還有沒有在市面上 那我們就要針對這一個地方 我們要再去做一些了解 我問你 因為根據我們得到的數字 我現在問你 唯一的油只賣維力 還是還有賣其他的食品公司 唯一的油 除了賣維力 就是他買的北海的油 除了賣給維力 還有沒有賣別的公司 報告委員 在我們的調查裡頭 唯一是向北海購豬油 那麼豬油呢 並沒有進入維力公司 直接送到維力 對 那是400多噸 那東西做成什麼 在102年有400多噸 那後來還有 陳其邁委員今天還告訴你們 103年還有三次 還有收據 還有收據 你為什麼沒有公佈 103年 跟北海買的豬油 做成了什麼商品 要不要下架 報告委員 在北海的油脂裡頭 豬油裡面 在南檢所調查的資料裡頭 只有告訴 台南市衛生局 有六個品項要下架 那個六個品項裡面 沒有包括維力 北海 我們 那個是講六個品項賣給零售商的 現在 或者賣給食品店的 現在講的是北海原始的油 賣給食品加工廠 大型的食品加工廠 所以你把兩件事混在一起 還在這裡胡說八道 我問你 大家都講說我跟日本買豬油啦 統一 統一跟強冠買的油 他還說我買的是日本豬油 維力也說 我們後來也改買日本的豬油 我先請教你 日本豬油一公斤多少錢賣給台灣廠商 你知道嗎 日本的豬油 一公斤多少錢賣給台灣 不清楚 不清楚 你知道日本養幾頭豬嗎 不清楚 你知道日本的豬 錢吃都不夠 又糖又打冠嗎 不知道 你知道強冠跟他買的 買日本豬油的那一家 是一個貿易商而已 叫Labs 你知道那個Labs的公司是在做什麼的嗎 我知道有Labs這家公司 他們是貿易商還是食品製造商 是貿易商 貿易商 他們的油是跟日本的誰買的 貿易商 他賣豬油給維力 也賣豬油給強冠 這些油都流到統一和維力的食品大廠裡面去 而且 在兩三年來賣了數千噸 可是他們是一個貿易商 他們的油品 在日本的豬 只養九百五十萬頭 一億三千多萬的人口 只養九百五十萬頭 台灣是兩千三百萬人口 台灣的豬養了六百萬頭 在這種狀況裡面 日本人 都還要跟西班牙跟歐洲 跟美國大量進口豬油 他們的進口價格你知道 日本人跟外國買豬油價格多少錢嗎 一公斤買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們還講的出口 他們買的價格 是 數倍於 台灣人跟日本人買耶 台灣那你總知道強冠 維力 號稱跟日本買豬油平均價格多少錢吧 扣除運費 扣除通關費用 原始的採購價格一公斤多少錢你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 你還可以站在那裡 他們平均買三十幾塊 日本人沒有豬 吃吃都沒吃 吃看 你知道嗎 日本人跟美國買豬油 一公斤用台幼來算要買七八十塊 他哪有豬油肚子賣你三十幾塊 而且 統一就要滾到青棟 強冠也要滾到青棟 這一家公司幾年成立 日本的貿易商幾年成立你知道嗎 Labs 幾年成立的你知道嗎 公司成立的時間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告訴你 2009年 2009年就為了貿易這一項東西而成立 然後呢 八萬港 資本額日幣 7600萬 辦公室在一棟大樓裡面的705室 他 用三十幾元 一公斤的豬油賣給台灣人 他的豬油來源 你們不知道 價格你也不知道 不要 今天你還有 你還有立場可以站在那裡嗎 衛福部沒有辦法對這種貿易行為做 衛福部需要 把外國進口 所有食品的油圓來源搞清楚 委員我們這個每年進口的食品不知道有多少 除了油以外還有很多很多品項 多少的貿易公司 你在這裡你這種講不負責任的 王八蛋光源 我告訴你你王八蛋 我對你不信 怎麼樣 你不負責任荼毒人民 尊重你自己的 尊重你自己 你對人民 不負責任你這個王八蛋官員 尊重你自己 我來告訴你 所有出任的油 都是從海關進口的 都是從這一些海關國外境外輸入的 今天百分之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油圓有問題都是從境外輸入的 今天你竟然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辦法去查貿易行為 你這個不是王八蛋難道你還會是一個負責任的人嗎 我以為你講話要承重你自己 不要貶低你自己的人格 我現在在告訴你 你才不要貶低你自己的人格 你這種官員還可以站在這裡 你對邊境入口的所有有問題的油圓 不負責任 然後 不調查 然後讓人民這樣子吃 你還可以直接在這裡擺爛說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講得出口 所有邊境貿易除了 我參為混沖走1501 F01 F02的途徑 1518 你知道所有1518的廠商 食品廠 貿易廠 進口1518的收水油 廢食用油 有哪一些油 油圓是不清楚 流向是不清楚的嗎 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長庚生物科技 為什麼曾經從1518進口廢食用油 還是他們是買化學製過的 改質過的化學改質油 可不可以回答我 我們不清楚長庚生物科技他買1518的油是做什麼用途 對 難道這不是你該去搞清楚的嗎 這個不是你該去搞清楚的的嗎 難道會是立委要去搞清楚的嗎 您可不可以再回答我 我就不講 大家都知道的那一些頂薪系統 您可不可以回答我 辛龍食品 他進口1518的廢食用油跑去哪裡 他們在幾年買了多少數量 你不知道 辛龍 1518不歸衛福部管 我告訴你 所有衛福部裡面 不能食用的油都是從1518進來的 今天不是在講1518歸誰管 我現在在問你 這些食品廠 食品廠你要去調查食品廠 從1518進口廢食用油跑去哪裡了吧 難道不用負責嗎 你怎麼還在這裡講的出口說不歸你們管 我們在問你 事情發生了 你要不要調查 你要不要對人民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我再問你 維藝 維藝 維藝公司的維藝 也曾經從1518進口廢食用油跑去哪裡了 可不可以回答我 如果進口1518是 現在變成經濟部來管 管理 你這個不是王八蛋 難道你還會是很高尚嗎 保護委員我比你高尚 人不要臉喔 天下無敵啊